任月首度召开新南向政策会议 要告诉国人往南突破该怎么做 考量的各个国家民土风情不同 强调将来要规划和政策相关的18个国家 一国一平台专人负责 最重要的是拉近人与人关系 吸引国境人才 我们新南向政策是以人为本 所以希望这些政策能够拉近人的关系跟交流 然后来透过以人为本来巩固这些产业 先前传出将新加坡当作新南向基地 引发新国反弹 抵制黄志芳助兴 现在传出府方江派外贸协会董事长 经贸老手梁国欣出任 国外的买主来到台湾 能够跟我们的中小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够对接 过去曾外派荷兰美国 担任经济次长期间 还身兼台新鸟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总代表 据了解外长李大为已召见过梁国欣 而外贸协会董事长则传出 也当过助兴代表和经济部次长的谢发达接手 那毕竟谢发达也曾经在扁政府时期 当过经济部次长 两位新在马政府时期当过经济部次长 所以我觉得其实两个人 如果说真的是一个中性的公园 事实上为国家所用 也无所谓蓝绿 新南向整队拼经济 以免步调乱糟糟 18号陆委会主委张晓月 密访台东县长黄建廷 说希望台东帮忙拓展东南亚观光 IP不务正业 难道陆委会变成外交部 与断案关系断线 蔡总统力推新南向 不赶快端出具体做法和成绩 只会沦为口号 记得董耀俊李逸玄台北报道